OK,那你看一下 本文开手,即引俗语所说 世有百乐,然后有千里玛 作者对这句俗语有什么看法? 四分 你第一句答是什么? 作者跟这句俗语所说的相反 你现在这个答案 你是自己在分析着作者 如何看这句话 别人的题目在问你作者对这句俗语有什么看法? 那你是不是不可以回答 题目要你做的事情? 有什么看法? 你要怎么回答? 认同? 不认同? 觉得说得很对? 觉得说得很怪? 是用这些字眼的 不认同? 之后你看一条题目 问你,认不认同作者这个看法 为什么? 接着你就说 我认同作者的看法 因为要练成千里玛 是靠努力 学习一项好活动 也是靠努力坚持 OK,那你就真的没有理解到 题目这句话 《世有百乐,然后有千里码》 即是说 你要有了百乐之后 才有千里码被发挂 人家不是问你内容里面 其中一个看法 不是说他是不是够努力 够坚持所以成功 人家是问你 《世有百乐,然后有千里码》 问你认不认同的 你是回答另外一件事